今天的病例有24907例 那較昨天減少2000例左右 就降了大概7.6% 另外也跟上星期四 上星期四少了2690例 那大概下降了9.7% 那目前就是還在一週 一週的這個每週的這個規律裡面就是 大概禮拜二 禮拜三比較高 那四五六日就會比較低 那禮拜一直最低 所以再來可能 這最近的這個2、3天的疫情也有可能這個數字 會比2萬4再低一點 那今天如果個案有264案 那死亡個案是74例 今天新增231例的中重症的個案 那中症149 重症82 死亡個案的部分 74例當中 年齡是從90多歲到這個小於5歲 針對這個兒童的部分 我做一下說明 這是一個3歲的男童 那本身是只有發展遲緩的這個慢性的狀況 7月12號的時候開始有發燒40度 到這個腹瀉還有活力食慾下降的情形 家人帶他到急診 在急診這邊發現有血壓偏低跟呼吸幾處 有胸凹的這個現象 那經過裁檢 PCR陽性確診COVID-19 於當日7月12號住院 那隔日就因為病況 呃有惡化的狀況 插管轉呼 這個加護病房來使用呼吸器 以及就給予這個瑞德西韋免疫球蛋白 這些藥物來使用 齁 那整個過程當中不是因為這個 病況惡化多重器官功能都有變差的一個狀況 而在7月17號的時候過世 那據這個死亡診斷書的記載 死因是急性心肌炎 以及有新冠病毒的感染 那這個是我們首例這個12歲以下 兒童染疫之後有併發急性心肌炎的一個病例